近日由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和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共同主办的香港ESG榜单年度评选正式启动 现在投资者在寻找我们上市公司ESG信息方面所做的投入 上市公司自己披露ESG方面的投入了三倍 很多的经济体也把ESG这种标准 作为了一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来使用 那就倒逼我们必须要关注我们ESG的表现 现在雇了30个气候科学 因为从银行角度来讲 你要做TCFD做未来的整个的我们投资的这样框架的一些 气候风险的投入团队就开始需要完全需要的新型的人员 我觉得香港在于传播方面 就是话语权的设定方面非常重要 可以用西班人能够听懂的语言来给他们讲 有中国特色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张云飞在香港与民一起点视成金 今天的节目想和大家聊聊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ESG 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它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评价体系 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及投资者的重视 ESG对企业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分别是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迪 和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施涵 带来观点分享 欢迎两位 首先对于ESG的这种评价体系 想问问李迪先生 他和传统的一些评价企业的方式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好的 我们传统上评价一个企业 主要是关注它的一个财务指标 主要就是比如说像一些业绩表现 比如说股权收益率 还有一些它的股价的波动率 还有它包括杠杆指标 甚至在经营方面有它的市占率 但是总规来讲是以一个股东的视角 我们叫做股东中心主义 那这个ESG的评价体系 就突破了这个传统的这种 以股东视角来进行的一个评价体系 它纳入的比较综合性的 我们叫做利益相关方 包括了比如说企业的员工 比如说企业的三下游的伙伴 也比如说我们社区 还有更广泛的呢 还涉及到我们自然的生态环境 这一些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我们都纳入考虑 这就使它极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 以财务指标为股东中心主义 为核心的一个评价体系 ESG实际上是一个 从总体上来评价企业非财务表现的 以及评价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 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框架工具 像我们传统上推动的 像一些节能减排啊 等等这样行动 它都是ESG里面的 一个重要的部分 ESG呢实际上可以从更好的 从战略框架的这个角度 为我们原来在企业层面上 去推动的一些工作 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保障 是的 那ESG的相关标准 其实是自2004年在联合国报告中 就被正式提出 至今接近20年 那么李先生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令到ESG这个概念 在近几年被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呢 首先呢 这个ESG的这个意识的深化呢 它是体决于我们的 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的 在2004年这个概念 在联合国正式提出来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人均GDP 是大概1500美元 那还属于一个比较较低的 低收入经济体的一个行列 那现在到2022年 去年 中国大陆的人均GDP 已经达到了12700美元 翻了好多倍 正式的跨入了一个中等 偏善收入经济体的一个行列 那这种经济的发展 就让大家有更多的资源 去关注出了自身以外的 一些利益相关方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环境啊 还有社会责任等等这些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最近一些年来啊 各国内外的一些大的环境 也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内部的话 我们的经济从一个增量增长的 一个经济模式 转变成为一个存量经济模式 我们粗矿型的那种 单方面追求增长的这种模式呢 很难以持续了 就让我们必须要调整 我们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相互关系 寻求一个更为精细的 更为和谐的发展模式 来推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 进一步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这个外部环境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有中美的冲突 国际贸易环境的这个格局的重新的变化 很多的经济体呢 也把这个ESG这种标准 作为了一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来使用 那就倒逼我们必须要关注 我们的ESG的表现 否则的话 我们有可能不能够融入 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全球贸易体系里面了 这个从宏观和我们个人的这个层面上呢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使得我们包括政府 包括我们的社会 包括个人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就越来越高 那施涵先生 就是您认为大家对这个ESG的关注和讨论 在未来会不会长期进行下去呢 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 巨大的一些挑战 包括气候变化 包括我们生物对象性的丧失 也包括我们面临的这种自然资源的 现在的匮乏等等 这样的一些挑战 这种挑战变得越来越为艰巨 所以我们一定 人类生存完全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去解决这些挑战之上 所以ESG它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去规范企业的更好的行为 让企业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创造更大的正面的作用的一种框架 所以从这个以上讲是 我认为肯定的是有发展的 另外一个呢 我也把ESG当做一个帮助我们中国企业去建设百年老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拐杖和基石 所以中国的企业从现在来讲发展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很多的包括很多的明年企业它希望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上面去 所以ESG是基本上是一个不够或缺的一个工具 从这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ESG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私贸的东西 很快就会过去 好的 除了讨论热度的上升 其实ESG在资本市场最近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比如在香港 港交所就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 那么李先生就您的观察 目前资本市场关注ESG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有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呢 这个资本市场对于这个ESG的关注 也是因为ESG也成为一个全新的一个赛道 ESG这个概念提出来了以后 创造了对资本的配置的一个全新的需求 很多的企业需要通过资本的配置来实现他们ESG的实践 这样子就给我们资本市场找出了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资本市场应该应用服务于这样的需求 来提供全新的服务 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价值体系的重新的建构 也使得很多的投资机会运营而生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基金 还有一些理财相关的一些机构 也进入了这个赛道 来构进不同的ESG相关的产品 来服务投资者 所以这个全新的赛道产生的需求 是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对这个问题关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施先生您认为对于企业而言 怎样才算交到了一份好的这个ESG报告呢 总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港教所上市的1400家内地企业中间的话呢 他在ESG报告方面做得好的是寥寥无几 而且是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大程度上 也是我们这些上市公司在国际主流的ESG评级中间的 存在的不太良好的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去探索 就是也可能我说一句话 就有可能我们在ESG方面做的是六分七分 但是我们报告的水平可能只能让我们得到四分五分的这种水平 在如果说比较好的进行ESG的管理 同时能够很清晰的面对着这个ESG报告的最主要的这种受众群体 它的第一受众群体实际上是投资者群体 就你刚才讲的投资者现在越来越关注 投资越来越关注我们企业的信息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个量化的一个体系 它不是一个定性的 像CSR这种定性的一种讲故事的方法 它要有很清晰的治理框架 它要很清晰的实质性评估的一些内容 在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的ESG报告中间的话 往往就存在着欠缺 也存在着各个部分相互矛盾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特别希望这次评讲工作的话 能通过发现在香港交易所 还有以及在其他 我们中国公司在其他交易所 在ESG报告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为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话 提供比较良好的一个借鉴 所以特别提出来 这一次有一个ESG报告的这样的一个 优秀奖的这么一个奖项 那施先生您认为ESG 现在有没有真正的去影响企业 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 就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ESG实际上 ESG对资本市场评级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实际上是通过ESG评级的结果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来去呈现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跟很多公司打交道的话 它并没有关注 就是主流的评级机构 已经给它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评级 因为这都是 我们讲的都是属于被动评级 它属于不是要征得你的许可 它才跟你开展这样的评级的结果 这个评级结果也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往往刚开始的是 很多上市公司并不对此加以关注 但是未来又发现 现在随着这几年的工作的话 它无论是在跟投资者的接触中间 无论在资本市场的深入的 深入的交流中间 它发现就是所有的这种机构投资者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群体 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就有研究 也研究这样的 国际上有研究发现就是说 现在投资者在寻找我们上市公司 ESG信息方面所做的投入 是我们上市公司自己披露ESG方面的 这个投入了三倍 就是因为投资者现在是处在一个 对我们被投资对象的 ESG信息的巨大的一个需求中间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说我们的上市公司 可以开展的好的话 它完全有可能第一提升 它的ESG评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另外一个方面就更好的让投资者去认识它 去获取更好的在资本市场上的取得更好的效果 那我们这次举办香港ESG榜单年度评选活动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也是想建立一套技能体现国际标准 同时能够兼顾到中国国情 还有企业发展的一个情况 施先生您认为这次的评选是如何兼顾到这两方面的呢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位的话 是要找中国ESG的相应我们实践和国际实践中的最大的交集 这是很重要 就是要寻求最大的交集 这个最大交集中间体现了很大一个方面 双方有可能是讲同样的一个事 但是我们用了不同的名词 这也是我们现在来讲比较吃亏的一个地方 但我们需要在这种 把中国的一些特色融入进去的话 第一我们要充分的去学习借鉴 整个国际社会在ESG这个标准框架等等方面 已经积累的丰富的经验 这一点包括我们 我们要讲无论是研究人员也好 包括我们企业的实践也好 包括标准资金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情 是国际社会永远连心于中国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国又开展了一些实践 有的时候实际上 能找所谓的在寻找最大的交集的同时 会发现我们有些做的事情 实际上跟另外一个名称 所说出来的国际上标准的一部分是相同 这个是我觉得 首先要抱着一种寻求最大的合作 最大的交集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要培育中方 我们自己企业实践的这种经验 要得积累我们这方面的实践 不论是经验教训也要积累 也要提升我们整个的研究力量 就是说可以来那 很遗憾的一点 就是中国现在可以说是 你可以称之为 ESG方面研究的人员也好 或是开展这方面工作人员 从人数角度来讲 是远远的要少于 国际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的 就是我前段时间 跟那个荷兰的那个商银行 Robot Bank 那个一个第二大 第三大商银行 这个在华的CEO 接触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们现在在阿姆斯坦丹总部 现在雇了30个气候科学家 因为从银行角度来讲 你要做TCFD 做未来的整个的 我们投资的这样 框架的一些 气候风险的评估的话 你就开始要需要 完全需要的新型的人员 新型的这个专业人员等等 在所有的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之后的 就是我们要看到 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 我们要迅速的赶上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又把我们自己 有特色的东西 共同富裕 乡村政协 包括我有一个人讲的比较好 就是中国很多事情 在社会方面 也做了很多事情 不像往往用西方的ESD标准 来评判中国企业 社会往往是个短板 因为他比较强调 劳工人权 但是我们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 在社会方面 做了很多的后勤 服务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们不是以这种 他的这种方式 这个名词去说的 就是说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 我们也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如何是把我们自己 在这方面做的东西 与国际上懂的语言 不是说单独强调 是用我们的话 而是用国际上 共同懂的语言 用真正的专业术语 去跟国际社会去交流 只有通过这个情况 可能我们自己 所做的一些工作 越来越多的 会被国际社会 所承认所接受 然后越多的影响 就是国际社会 ESD标准发展的 一个进程 施先生 其实还留意到 就是这次ESD的评选 其实还有一个 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个指标 那么这个指标 它是具体是怎么去考评呢 想请你介绍一下 中国实际上 在一带一路上 是本择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么一个大的 一个目标方针去推进的 但实际上 我们在一带一路上 实际上经过这十年的 这种实践的话 ESD或者说往往 是成为我们的一个 相对短板的东西 因为我们对全球的ESD 包括各个国家 不同的ESD的认识的话 相应的不足 所以来讲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关键的话 就是中国企业在ESD发展 在一带一路的 这种扩展的这种进程中间 要把ESD用作 帮助我们去发展的 一个拐杖护身符 而不是把它成为一个 杀伤我们自己的武器 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传统上 这几年大部分企业 还是用企业社会责任的 这种思路去做这个事的 就包括做一些捐助 做一些那个东西 但它跟ESD本身 还是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去设这个奖的意思 就是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 就是中国企业 在一带一路上发展 如果很好地用ESD 作为我们一个 辅助我们发展 能够进一步地去应对 这更加恶劣的进一步的 这种经济跟制度环境 下面的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定量的指标 都还不是第一位的 更重要的是 体现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一带一路上 先是去实践 找到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成功的 比较有效的这些做法 然后在这个技术时上 我觉得经过一年两年的培育的话 就是更多的中国企业 开始在一带一路上 践行ESD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用去探索一些创新的实践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定量的指标 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好 李先生 其实就是ESD相关的一个评选 然后还有一些评奖 也是有很多的 在内地也有很多媒体和机构 也有相关的一些评选 那么这次我们在香港 做这个评选的话 您认为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殊意义呢 目前来说 中国的ESD方面 还是比较照搬一些西方的一种做法 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晚 对这个议题的设定能力比较差 就像刚才施老师也谈到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其实就是把西方的一些评价机构 相关的内容给搬到我们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来 并且按照相同的标准来进行这个 比如说奖项的设定啊 或者是一些评价 一些指标的设定啊 还有打分啊等等 这些呢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香港在这方面 可以做怎么样的贡献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吧 第一个呢 就是说香港作为我们这个中国和西方交汇的一点啊 就同时能够对中西方 包括他的文化制度 价值等等的理解都比较的全面 比较深入 能够反映我们中国特别的一些特色的议题 比如说就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讲到公司治理是吧 国外的研究的课题可能就是一些董事会啊 或者是股东的一些行为啊这些 那我们中国有比较特色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国有企业占比较大 影响比较大 那这个政府和我们甚至到我们党的组织啊 在这个治理体系里面怎么样体现出来这个治理的能力 这个议题的话 在西方是肯定是没有这个相应研究的 那但是呢 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从那个环境这个角度来讲 比如说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治理沙漠沙漠化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国的企业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也比较大 但这个议题呢 在其他的一些经济体里面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理解呢 香港作为我们华人社会的一部分 对于我们这个比较近距离的观察 中国就是比较有优势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香港又是一个比较西方化的一个社会 对一些他们所所谓的普世化的一些价值体系呢 理解比较深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怎么样很好的结合 这两方面啊 中国的特色和西方的一些普世的 他们认为的一些普遍的标准 这个香港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另外一方面呢 香港也有很强的研究能力 包括我们的香港大学 科技大学等等 几所高校 然后覆盖到我们 岳岳大湾区 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 可以深入的 对这些相关的问题进行比较好的一个研究 得到符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的一些标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呢 我觉得香港在于传播方面 就是话语权的设定方面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国内自己的机构 还有研究呢 在对外宣导和推广方面有 平然而然的一个劣势 那香港呢 可以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 用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 来给他们讲 有中国特色的故事 对于西方或者是外部观众 或者接受者 他们的接受的程度呢 可能会更高 比我们直接从内地来去 宣导这方面的一些议题呢 有很好的一个优势 所以结合这三方面的一个意义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 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理想的地理 我补充一句啊 就是刚才我们理论长讲了三点以外的话 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港交所 以及在港交所上市的 1400多家内地企业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可以现在可以看 港交所现在是在大中华区 扮演了一个推动ESG的 一个先锋的作用 它是一个接轨 接轨全球跟先锋 制定了跟国际的 包括气候披露 信心披露等这方面的标准 是接轨跟的是非常紧的 那另一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1400多家 相对来说 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上市企业 在港交所上市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是远比我们其他的一些企业 在上海上交所跟申交所上市的 现在的ESG信息披露也好 包括ESG管理方面要求 它是面临着相对来说 比较缺乏的这种状态 是十分不同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用好 这个港交所本身在标准 制定的方法 推进方面的这种先锋作用 再加上我们内地上市的 1400家企业 它在这个方面 这个超前几年的实践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况 成为这一让1400家企业中间的 一部分或者很大的一个部分 成为在中国去实践 ESG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播种的这样作用 或者是尝试先锋的作用 就这个也是香港 像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的 应该来讲 比较非常独特的一方 对于这次的活动 想问一下新闻文李先生 您认为呢 就是大家对这个活动 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我们期待以这个活动 为一个起点 能够带动包括我们企业 政府还有学界 社会各界 共同的关注我们的ESG 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 我们企业能够积极地参与到 我们这个评奖的活动里面来 主动地配合 包括赶交所的这个披露的要求 提供高质量的准确的信息 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活动 来进行参考和使用 能够准确地反映我们企业的 ESG的绩效 让我们的这个 真正的能够成为我们的ESG的 这个标杆性的一个奖项 然后呢 引领着我们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整个大中华区的 这个ESG的水平的提升 那么施先生 您认为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这次大共同会 特别是在香港ESG国际联盟的 这样的推动之下的 这么一个ESG评奖要不同于 或者是呈现自己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的话呢 第一的话就是在一些奖项的设置方面的话呢 就呈现自己的特点 包括这次特别突出 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的ESG先锋奖 也比较突出 能够发现我们真正的在 在证券交易所开展ESG信批方面的 ESG报告的这种最佳实践奖 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引领作用的一些特殊奖项的设置 当然同时要把这个奖项的评选做好了 能够真正的展示在我们中国企业的这些方面 最佳的水平是这么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企业来讲的话 应该14ESG的时间就比较短 从我们各个角度维度来看的话呢 它都在ESG方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的空间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这个ESG评奖的过程 就成为帮助我们来参与这项活动的这些公司 进一步提升的一个起点 这里面包括跟他们的接触 也甚至以后可能包括给他们提供一些培训 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方面一些支持 让他们更好地看到就是一方面提炼他们的长处 但另一方面看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这个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是我们这次评奖不同于市面上已经开展了 零零种种的其他的一些评奖 通过这个形式的话 就是包括在一年一年更好地做下去的话 相信我们的奖项一定会有别于其他 能够对推动整个大众化企业 在ESG时间方面能够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下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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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